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女孩是谁 回答呢怎么回答 如果是男的我们就说 他是谁谁谁 如果是女的呢我们就说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几个单词了 就是表示性别 还有就是年龄大小的 比如说如果是男的 然后已经18岁以上 或者是已经是大人了 我们把它叫男人 就是什么呀 man 如果是女的 而且呢也是成人了 年纪也成熟了 我们把它叫做女人 woman 那么如果是男孩 比如说我们小孩 对不对 我们同学们 我们不是man 也不是woman 我们是什么呢 男孩boy 女孩girl OK 那么这呢就是我们lesson3 第三课里面学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学习 unit2 my family的第四课 lesson4 首先呢我们来看 let's talk 这一部分 让我们来说一说 第二单元的说一说部分呢 是这两个人呢 他们进行了一个对话 这位可爱的小女生是谁 你们应该还记得吧 叫emmy 那么这呢是sara emmy和sara两个人呢 一起在看tv 也就是一起在watch tv 看电视 那么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怎样的对白 他们看的是什么电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emmy和sara呢看的电视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运动会 然后有一个男孩正在跑步摔倒了 为什么他们会看这一场运动会呢 我们来看一下emmy说什么 emmy说 who's that boy 原来啊 sara呢是把emmy叫到 他家里面来看这个电视 那么 emmy就觉得很奇怪 你干嘛叫我看这个电视啊 那个男孩是谁啊对不对 who's that boy who's that boy 那个男孩是谁 ok 那么emmy问了who's that boy sara怎么回答的呢 这个男孩究竟是谁呢 sara就开始说 他说 he's my 什么呢这个词 叫做brother brother 兄弟 也就是他 这个男孩是sara的哥哥 或者弟弟 brother 这是我们本单元要新学习的一个词 ok who's that boy 那个男孩是谁 he's my brother 这个my还记得吗 我的 他是我的兄弟 有可能是哥哥 也有可能是弟弟 ok 那么接下来呢 又播放到一个画面 是一个 什么呀 man or woman or boy or girl 是一个woman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woman是谁呢 我们看一下 emmy开始问了 他说 is she your mother is she your mother 他是你的妈妈吗 哎呦 有同学会问了 这个is 为什么到she的前面去了啊 那么在英语习惯中呢 如果你是提问的话 这个b动词am is on a shell 提到前面来的 如果你说 他是你的妈妈 就是she is your mother 如果你想问 他是不是你的妈妈 你就说 is she your mother 明白了吗 如果你想说 他是你的妈妈 我们会说 she is your mother 如果你想问别人 他是不是你的妈妈 一个是陈述句 一个是疑问句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is 提到他的前面 叫 is she your mother mother 他是你的妈妈吗 OK 这也是我们 今天要重点学习的一个句型 比如说 我们参照这个句型来说 我们想问 他是你的兄弟吗 我们刚才学了兄弟 brother这个词 这个是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有同学说了 is she your brother 对吗 不对 因为brother 是什么性别啊 是男性 既然是男性的话 要用he is he your brother 就对了啊 他是你的哥哥吗 那么如果是的 你就说yes he is 如果不是呢 你就说no he isn't 就可以了啊 OK 那么我们看 Amy来问这一句话 她说 is she your mother 他是你的妈妈吗 这个时候 Sara怎么回答呢 到底是不是她妈妈呢 Sara说yes she is 是的 她是我的妈妈 原来啊 这是Sara的妈妈 Sara的妈妈呢 来看Sara的哥哥 或者她弟弟的这个运动会啊 坐在观众席上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电视播放到哪里了呀 播放到Sara跟着一个 这叫什么呀 man对不对 跟着一个男人 他们俩在一起跑步 而且都是26号 应该是 就是一个爸爸 或者带着一个女儿 跑步啊 或者是比赛 对不对 亲子的活动 那么他是不是他爸爸呢 我们看Amy问什么 Amy说 Is he your father Amy就想 你妈妈也去了 你哥哥弟弟也去了 那么这个应该是你爸爸了嘛 那么到底是不是他爸爸呢 No he isn't Sara就说了 不 他不是我爸爸 那么如果你回答是 No he isn't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呢 你最好向对方解释一下 他到底是谁呢 He's my teacher He's my teacher Teacher这个词啊 老师的意思 他是我的老师 OK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 Is he your father 那么这句话 是不是和上面 我们学的那一 Is she your mother 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句型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句型呢 非常的重要 同学们要多用一用 哎呀他是不是你的 谁谁谁啊 Is he your father Is she your mother Is he your brother OK都可以 那么如果是的 Yes she is Yes he is 如果不是呢 就 No she isn't She is 谁谁谁 No he isn't He is 谁谁谁就可以了啊 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 遇到的这个新单词 那么看到的是一个哥哥 他抱着他的弟弟啊 那么兄弟这个词呢 我们刚刚学了叫 B-ra-the B-ra-the 首先B B-B-B-B R-O发的是 这个O发的是 A-A-ra-ra-bra-bra-th 这个音还记得吗 一定要夹住自己的小舌尖 后面有一个 E-R 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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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the B-r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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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B-ra-the的意思啊 嗯 那么以后呢 你跟别人介绍 你的兄弟 你就可以说 He is my brother 就可以了啊 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 都是brother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遇到的一些新句型 啊 首先呢 也就是 我们 刚刚重点说过的 两个句型 那么我在这里呢 再详细说一下 我们平时 跟别人介绍 啊 比如说 他是你的老师 我们怎么说 如果是男的啊 He He is your 嗯 我们不说 他是你老师吧 我们说 他是你爸爸 怎么说呀 我们说的是 He is your father 对不对 He is your father 他是你的爸爸 那么我们如果想问别人 他是不是你的爸爸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中文啊 就他是你的爸爸 妈后面加一个妈 或者是 是不是 然后就打个问号 可以了 但是在英文里面呢 这个语需要发生一定变化 也就是这个 Is呢 要提到he的前面来 Is he your father 这才是正确的英语的问法啊 Is he your father 他是你的妈妈吗 换成句型呢 也就是 他是你的爸爸吗 换成句型呢 也就是这样子 Is he your 谁谁谁 比如说 他是你的兄弟吗 Is he your brother 他是你的爸爸吗 Is he your father 他是你的老师吗 Is he your father your teacher 他是你的朋友吗 Is he your friends 他是你的爷爷吗 Is he your grandpa 都可以啊 后面这个就加上身份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的 我们就回答 Yes he is 非常肯定啊 如果不是的 我们就会说一句 No he isn't 不 他不是的 那么他是谁谁谁 我们最后面做一个解释呢 就更加好了 比如说 他不是我爸爸 他是我老师 No he isn't he is my teacher 他不是我兄弟 他是我爷爷 No he isn't he is my grandpa OK 那么下面这个句型和上面那个句型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把she 换成了he 那么he和she这两个词呢 我们第一单元里面就学过了 he代表的是男的 那么加上一个s曲线呢 我们知道s曲线是什么呀 女人才要的 对不对 加上s曲线以后 she就是女的了 那么女的那个他是不是你的谁谁谁呢 Is she your grandpa 比如说 她是你的妈妈吗 Is she your mother 她是你的奶奶吗 Is she your grandma 再比如说 她是你的老师吗 Is she your teacher 她是你的朋友吗 Is she your friends 如果说的是女性都要用she Is she your grandma 回答也是一样的 如果她是的 Yes she is 如果她不是的 No she isn't 然后再做一个解释 那么她既然不是你的妈妈 那么她是谁呢 She is 谁是谁 就讲出来就可以了啊 嗯 那么这呢 是我们这一节课 最重要的一个句型 你掌握了吗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男孩和女孩之间的一个小游戏 这个女孩呢 她拿了一个什么呀 照片 一个黑白照片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都是黑白照片 我们知道黑白照片代表什么呀 就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对话 是说些什么呢 男孩说 Who's that boy Who's that boy 那个男孩是谁 那么她说的就是 这个女孩手上的这个照片中的男孩 那么女孩怎么回答呢 Gas 还记得这个词吗 Gas 猜一猜 嗯 女孩很调皮啊 就说 你猜啊 她是谁 对不对 那么男孩接下来又说 Is he you're 新单词来了 兄弟 Brother Is he your brother 他是你的哥哥 或者是你的弟弟吗 那么看女孩子怎么回答的呢 No he he isn't 他不是的 he's my dad 他是我的dad 也就是谁呀 爸爸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虽然是个boy 但是呢 他是很久之前的照片了 在一二十年以前 我们的爸爸也是一个小男孩boy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这个男孩呢 会觉得这么小的年纪 应该是你的哥哥 或者弟弟 对不对 其实呢 他是女孩的爸爸 只不过呢 这个照片 已经历史很悠久了 OK 来跟我读一下这几句话 Who's that boy Guess Is he your brother No he isn't he's my dad OK 那么 你们呢 也可以和身边的同学一起来 两个人 为一组 然后你拿出 自己的照片 或者拿出你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很久之前的照片 然后或者你哥哥姐姐的都可以 然后你们互相的也来猜一猜 就用这样的对话 Who's that boy Who's that girl Is he your 谁谁谁 Is she your 谁谁谁 Yes He is No He isn't 这样的对白 一起去玩一下这个游戏 留到你们课后去练习 OK 接下来我们呢 跟吴亦凡一起来玩一个游戏 那么我们呢 吴亦凡呢 拿出了这样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照片呢 和吴亦凡呢 是长得有几分神似的 而且这个照片呢 也是一个黑白照片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我们呢 也就和吴亦凡一起来玩一下 我们来猜一下这个男孩到底是谁 那么我们想问吴亦凡 这位男孩是谁 我们应该说 Who's that boy 对不对 Hi 吴亦凡 Who's that boy 吴亦凡说 Guess 要我们猜一猜 那我们猜 会不会是他的兄弟啊 Is he your brother No he isn't 那么不是他的兄弟 有可能是他的 爸爸对不对 Is he your father No he isn't 也不杀爸爸 那么到底是谁呢 吴亦凡就告诉我们 他说 He is my grandfather 原来是他的爷爷 小时候的照片了 他爷爷也带不小眼睛 真是长得一模一样 对不对 OK那么 你们呢 课后呢 也可以按照 刚刚 C cell是这个 对白的程序呢 和自己的同桌 或者是 小组伙伴一起 用照片来猜一猜 进行一下这个对话 Who's that boy Is he 谁是谁 No he isn't No he isn't Yes he is 这样来玩一玩啊 OK最后面课堂小节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 我们得到了那些知识呢 首先 我们学会了这个单词 非常神通广大 因为我们都有哥哥和弟弟 那么哥哥 弟弟 都是同一个词叫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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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么我们学的句型呢 这一节课主要学的是这样的句型 Is he 谁是谁 他是你的 谁是谁吗 那么如果是的 你就说 Yes he is 如果不是的 你就说 No he isn't 然后进行一个解释 那么如果是女的那个他呢 我们就会问 Is she your mother Your grandmother 等等等啊 那么如果是的 同样 Yes she is 如果不是的呢 No she isn't 再解释一下 She is 谁是谁 就可以了 以上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 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了 有一个新单词 还有一个新句型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学会了多少呢 可可记得温固而知心 完成 CTO OK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Goodbye Bye